那本來預設會有個teamview對不對 請你把這個teamview的部分 teamview的部分把它怎麼樣呢 delicert掉 然後把剛剛我網路上產生的那一個 那個程式碼把它貼過來 貼過來之後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就會出現有一個叫mapview 那實際上這個mapview是使用什麼 使用come.google.enjoy.maps 那這個東西其實是外部的一個程式庫 它是放在哪裡呢 這個程式庫是放在這個裡面 也就是因為它有API 所以它是放在這裡面 我要去存取它 那裡面有個類別就是mapview 我去存取它 那要存取它的時候需要有個API key 就這個東西 它才可以幫我們開起來 那你把它切回到這個graphicode 這個layout的畫面 這裡面就會產生一個mapview 介面的部分就完工了 這樣才完工喔 可以把它做一個save的動作 save之後的話第二步呢 就要再來看所謂的程式部分 這個mapview第一個部分把它貼過來 第二步的話呢 就直接開啟程式 那開起來之後的話 特別注意喔 因為呢它的這個map是它不能用 如果你的V1版是不能夠用activity 而必須用一個所謂的map activity 所以請你把activity前面加一個什麼呢 map map就可以了 那map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會產生錯誤對不對 沒有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它找不到這個東西 所以你要做什麼呢 把它inport進來就好了 inport按下去 那各位可以看到 上面就inport一個 這個map activity進來 那它隸屬於哪裡 其實就隸屬這個路徑底下的一個map activity OK 特別重要就把它改 改完之後呢 前面會產生另外一個錯誤 那為什麼會有錯誤 因為呢 這個抽象類別裡面 我們少實作一個方法 所以你油標移上去之後的話 新增位實作方法就可以了 那這個地方會自動幫我產生一個方法 就是什麼呢 就是rouse display的 就是這個方法 那這個方法不用實作沒關係 所以你只要第一步 把這個地方map改為 map activity 那前面的話呢 再讓它新增一個實作方法 就這個方法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 程式撰寫的部分 第二步 第三步的話 現在可以run 你現在run起來 它一定會產生錯誤 還有第三個 那第三個就是要修改什麼 修改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manifest的部分 那manifest manifest還要修改兩個地方 才完成這個程式 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請各位第一個 把那個man的部分完成 第二個完成這個 OK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OK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